南花为什么容易得远腐病呢 一般都是由以下这几点引起的 下面就分享一下 只要避开了 就能够让它长得好开花多 第一种高温高湿 如果中午浇水太早的话 盆里的资料比水温高 通风不急息 很容易也会引起远腐病的发生 因为在南方 现在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不像北方 这个温度相对来说相差很远了 在南方养护的过程中 浇水一定要选择在太阳下山之后 再给它浇透水 第二种 你所在的完经气候 比较潮湿 空气息度过大 加上这个通风不透气 这个烂根很容易发热 导致烂根引起腐病的现象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不要长时间把它放到一个潮湿的完经下去养护就得了 第三种 夜先进水 为什么夜先进水呢 浇水的时候 没有继续把里面的水分积掉 或者是直接在顶部这里给它浇水 使不及水分散透到这个夜心 时间一长了 就会出现一个圆腐病的发生感 我们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在盘土里面给它浇透就可以了 不要在上面浇水 可以适当喷些水不即可 如果发现不是很严重的话 可以用到这种本甲笔做纸 这种本甲笔做纸呢 发现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 可以用到这种防耕笔的二美零 一比一千的量 七天浇灌一次 浇灌之前可以把里面的水分 满满浅浅的积掉 晾干透之后呢 再使用这种防耕笔的二美零 给它灌根几个 七天灌一次或者是七天灌根一次 连灌三次 基本上呢 都能够控制住 不会出现圆腐的情况了 方法我就简简单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帮助到养兰的花友们 特别是一些新手啊 一定要做好 好了 下期再见